好 各位观众 带您来关心选票的最新状况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去投票呢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民进党立委赖品瑜的竞选总部这边 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票池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出来了 那目前呢 赖品瑜的票数是微幅的领先大约300票左右 不过廖先祥呢 还是紧追在后的 不过呢 今天这一次的新北地12选区呢 总共是有265111人来参加这个选票 那最大的票仓呢 会是在池纸 也就是赖品瑜的本命区 那预计呢 会在今天晚间左右呢 票数会越来越明朗 那池纸的部分呢 这一届呢 是有18万的选票左右 那这一次呢 赖品瑜也非常的紧张 因为呢 在2020年的时候 赖品瑜其实是微幅领先而已 那这一次呢 也是力拼连任 所以呢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去努力去扫街 那这一次呢 其实赖青的也是有来到竞选总部这边 来加持助选呢 那这一次呢 一共是167个投开票所 那这一次的选战呢 其实蓝绿胶着非常的明显 这一次外界也称作是正二代的蓝绿对决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后内主播 选举的数据